这个检察官在这个补助申请的 审议会的过程当中 这个辛勤害的被害人就被检讨说 那他是不是有穿裙装 他是不是有个人的事 有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 而有可规则的事件 而不应该予以补助 那甚至我的案件中 当时在审议的过程也询问我说 那你现在还会难过吗 你是不是有受到身心上的创伤 你才能够得到这样的补助 其实这样的过程 我觉得都是在在的检讨被害人 您觉得这样的发问 以及这样的审议的过程是合理的吗 很不合理 而且很不应该 是 这就是看见了我们专者人力 其实不够专业 以及说相关的人事不够专业的问题 院长您好 老板您也好 之前我们在4月的时候 曾经在这边也提出来说 其实这个重大事件的画面 不断地在媒体上的播放 是否觉得恰当 那您也觉得这非常不恰当 也折成了政委 希望能够来做跨部会的讨论 那不知道您知道 后续的处理情况如何吗 他们都有进行 就我们所知道 就是今年只有在4月下旬 开过一次会之后 其实还是 没有办法检视有相关的状况 以及说这样的现象 其实还是持续的发生 包括说后来像这个万华的 防重情杀事件的原始画面 以及凶器的照片 其实仍然透过媒体在放送 然后也持续在网路上流传 所以我们想请教说 这部分会不会能够 更大力的来协助 然后希望能够折成 要求相关的单位 来一起来努力 因为其实上次的咨询到现在 其实又过了半年多 但是我们只有开过一次会 也没有相关的政策推动 好 所以这个承诺希望能够认真来考虑 然后并且来让他兑现 那另外一个部分想来 针对这个饭饱的部分 来跟你做请教 就是说我们先来告诉你一个故事 就是曾经有一个被害人的遗憾 以及他的遭遇 当事人是一个四岁孩子的母亲 他和他的先生是再婚 然后有一天他们发生了争执 他带着他的前夫的孩子回到娘家 把第四个孩子留在家中 但是没想到这个女儿 就被先生给闷死了 甚至先生还把孩子的尸体包裹起来 丢到娘家的门口去 这件事情院长你知道吗 有看过这个报道 对 经过法医的鉴定 这个女同事因为外力的因素窒息而死 所以父亲也遭到检察官的起诉 但是在起诉之后 办保协会和法普基金会就不再派律师了 因为他们认为 起诉后会有检察官的帮忙 但是他还有三个孩子需要抚养 而且面对法庭上的一切 他都非常不熟悉 而且非常的难受 所以原本的律师就继续义务地当他的律师 都是免费服务的方式来做处理 那开庭那天呢 律师在法庭里面其实一直在等待 都没有等到当事人觉得很奇怪 所以就问他说他在哪里 那这个母亲很快地就毁讯说 他在停车场 但是他没有办法走进法庭内 他没有办法再看到这个行为人一眼 他觉得这真的太难受太悲哀了 所以他在停车场 没有办法走进院里面 那律师的拦把他把停上的程序走完 而且在开庭结束后 律师到停车场跟这个女士 跟这个妈妈说明 把刚才开庭的过程 以及后续的情形跟他解释 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案件来请教院长 您知道您能够体会 这些被害人的无助和彷徨吗 他们其实连法庭都走不进去的 因为我过去也当律师 所以对于被害人的这个情境 我相当有了解 而委员长期关注 我们也表示敬佩 所以我们也责成相关政委来进行 相关可以再加强的部分 想请教您认为这个范保 应该协助的范围 以及协助被害人的部分 应该涵干哪些面向 能不能举例说明 这个关系到的面向相当 甚至也包括司法院 所以我们还有宴聚间 还有相关部会间 都必须大家一起来就很多的 过去不足或滑手不挤之处来做 那这个我有责成 罗秉承政委 也开过相关的会议 还在继续进行中 那这部分其实我们想在这边 跟您报告说 被害人和他家属 历经的这些事件之后的冲击 以及创伤 其实需要的有很多面向 就像您提到的 包括司法的部分 经济安全 医疗 照顾 生活重建 等等这些都是必须要努力的面向 而我们也在今年8月 提出了犯罪被害人 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 而且获得跨党派 30位委员的支持和联署 那我们想请教说 我们也看到2月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出席 贩饱协会的活动 也指出来说 面对这样犯罪事件的发生 除了依法究责 被害人的困境 以及后续的生活的重建 更是政府应该要投入 更多资源 以及关心的重点 政府希望做很多的事情 包括是港法改革会议 也提出了等等讨论的政策 保护的网络 以及架构 建构 专业的人力等等 都做出了决议 所以我们的希望呢 国家应该要有责任 应该要担起这样子的义务 担起这样的责任 所以想请教 院长是不是也认同 犯罪被害人的权益保障 是国家的责任 犯罪被害人已经是非常不幸 那国家以国家的力量 整个社会的力量 来帮助犯罪被害人 能够填补损害一万一 这个是必要的 必要所以绝对是国家的责任 没有错吧 国家应该往这一方面来做 才更符合保障 了解 感谢院长的支持 就我们也认为这部分 应该要加强力道 来做执行和推动 那但是呢 我们也想请教说 那您知道 饭饱协会在做哪些事吗 饭饱协会做的哪些事 我跟委员说明 饭饱协会它是一个财团法人 但是除了法律人才 还有一些社会热心的人士 还有关心犯罪被害的人士 一起来参与 那我们 但我们密布标是希望能够提供 被害人给予协助和支持 没错吧 是 我跟委员说明 那我们现在先直接看下一页 饭饱协会在做反读 反汇选 反诈骗 请问真跟被害人 有直接的关联 和直接的帮助吗 我想请院长回答 我想也许 这个法务部是好意 往这方面来走 和相关协会也了解 因为他们也是有受害等等 一起来努力 当然这不是他应该主要的 是 这绝对不会是主要的业务 那刚刚之前其实部长也有提到说 这如果在饭饱协会 有行有余力的情况下 其实是可以做的 那当然我们也认为说 有行有余力可以做 但是呢 您知道移民专业的 在饭饱协会里面 移民专者人力平均要服务多少个被害家庭吗 这个一定是相当吃重 因为这个过去是我们做的 如果一个专者人力要服务200个被害家庭 他怎么可能会有心力去做这件事 而且我们一直都提到的是 您也知道的就是饭饱协会的人力资源 以及经费都非常的不足的情况下 是不是应该优先把被害人 直接的协助给予 当成一个重点 而不是来做这些反诈骗 反汇选反毒的部分 再加上说 其实我们在相关的报告中 其实都有107年的立法院的 预算中心评估报告也指出来说 这不属于饭饱协会的范畴 但持续至今都持续的在做这样子的业务 我们认为非常的不妥 是不是能够请院长指示 应该要来先优先来处理协助被害人 对 应该这样 好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来说 国家检讨被害人是应该的吗 我们这边提出一个案 提出两个例子来跟你做说明 其实在我们的饭饱法里面有提到说 应该给予被害人补偿 相关的部分希望能够让他们在经济上 财产上能够有所补助 然后能减低他们的伤害 这包括了死者的遗数 以及受重伤及性侵害的被害人 那我们也知道说 这样的部分其实是我们的精神 希望能够让他们在生活上 能够得到协助 那这部分我们也是给予肯定的 但是呢我们就收到相关的反应 在这个检察官在这个 补助申请的审议会的过程当中 这个性侵害的被害人就被检讨说 那他是不是有穿裙装 他是不是有个人的事 有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 而有可规则的事件 而不应该予以补助 那甚至我的案件中 当时在审议的过程也询问我说 那你现在还会难过吗 你是不是有收到身心上的创伤 你才能够得到这样的补助 其实这样的过程我觉得都是在在的 检讨被害人 您觉得这样的发问 以及这样的审议的过程是合理的吗 很不合理 而且很不应该 是 这就是看见了我们专者人力 其实不够专业 以及说相关的人是不够专业的问题 那这绝对也跟组织架构 有很直接的关系 我们知道说 现在的饭堡的组成里面的董事会 其实是由高等检察署的检察长 来担任董事长 而习惯的 依照惯例也会指定相关的检察官 来担任董事会的成员 但是呢其实这些检察官 其实日常的业务已经非常的繁忙 您一定也知道 那他们其实没有多余的心理 也没有足够专业的认知 来知道被害人需要哪些协助 所以我们也看到说 在2019年的委托的 保护部委托的白皮书里面 也提到这个问题 认为组织架构里面的人员 应该要有所规范 有所清楚的明定 才有办法提供专者专业的人力来做协助 才避免掉刚刚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这是我们能够期待的 所以我们也在这次的 犯保法的修订当中 提到我们希望能够能够来将这些犯罪被害人保护的组织和监督 都能够在法定的位阶上明定 包括说应该有哪些人 然后有哪些比例 然后包括他的专业资格的认定 凌选及泰化的机制 我们希望犯保协会的董事会 能够走向专业 具有公开透明以及课择性 其实才有机会让犯保的业务到位 不知道您是不是能够支持这样子的方向 很认同这样的方向 我支持 感谢院长的支持 那接下来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除了人事的部分以及组织的部分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在于经费的部分 刚刚提到 饭保已经有做了一些跟被害人 没有直接相关的业务 大概包括刚才反毒反汇选的部分 但是我们现在也知道 饭保协会的费用 一年大概有八千万 直接来做这个业务的推动 但是在饭保法的规范里面 其实这个被害 被害导致重伤致死 以及性侵害的被害人的人数 您知道有多少吗 一年中有多少吗 无伤死亡级 性侵害的人数 经费的来源 包括 饭保协会的预算 您知道 您知道 重伤死亡级 性侵害的被害人 总共有多少人次吗 全国 对 因为这个是一个浮动了 每个月发生的案子 是 每年平均大约有多少件 详细数字 我现在没有 容我在这边跟您报告 一年大约有六千件案件 我们一年的预算只有八千万 然后我们有六千件案件 院长您的数学一定很好 您可以算出来一个人 能够得到的协助 大概平均会谈到多少费用 其实不到 大概才一万出头而已 包括说我们还要把这些经费 拿去做这些 不是直接被害人相关的业务 所以我们认为 在经费上是远远的部主 部长和院长 您一定都清楚 所以我们也清楚地希望说 在这个部分 是不是能够折成相关的部分 能够要求基金会的成立 而这部分其实也是 在我们的白皮书里面就提到 建议政府要落实犯罪 被害人保护基金 以建构个案之重分配正义 所以我们也看到说 他其实提到说 应该要参考这个毒房基金 家暴即兴其他房治基金的运作的 等等的优缺点 来做规划这样的基金的设立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在这部分 是不是能够来一边看到 这样子的需求 以及这样的必要性的存在 希望院长能够支持 将这个专责的人力之外 也能够将基金能够设置到位 其实才有机会 在经费上有所挹注 我们往这方面来努力 感谢 所以这部分也是 我们在贩保法提出来的修法 我们希望在经费的部分 能够有基金的挹注 然后一边来做处理 其实才有机会 真正提供被害人的协助 那另外一个部分 这是就贩保法的部分来做讨论 接下来想跟这个 刚刚其实其他委员有提到 监护处分的完整性的部分 我们知道说 监护处分的目的 是希望有适切的分级分流的处域 但我们可以知道说 我们现在的状况 其实在身心障碍者 或精神障碍者的部分 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样态 我们希望能够协助他们 重建他们的生活 我们想请教说 在这个部分 未来的智能障碍的监护处 会有什么样具体的措施 以及应对 因为我们也知道说 未来其实有朝这个 相对应的医疗机构 以及说司法精神医院的方向 去做推进 但是呢 心智障碍者 恐怕不是放在里面 他就可以得到救援 得到医疗能够改善的 所以这部分 是不是能够清楚地知道说 未来在这个智能障碍者 的监护处分 会有什么样的推动 以及会有什么样的措施来做因应呢 我来说明一下 监护处分 我们从法制面来看 包括刑法 还有保安处分执行法 这是法务部的职责 提出相关的修法 那这个已经送到行政院 在审查当中 包括监护的话 我们本来是法律规定 五年以下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延长 而且延长 不限次数 每一次三年等等 我们都已经做修法的一个整套的 送到行政院审查当中 那至于执行面的话 房屋部跟卫福部 也共同的想要来克服所有的困难 来解决 包括从医疗的设施 还有专责的医院 等等 我们都在努力当中 这也就是我们想提醒的 我们有医疗设施 我们有专责的医院 但是这并不适合在薪资障碍者 因为他们需要的并不是医疗的协助 那我们过去常常在谈这个监护处分 那大多是因为这个精神障碍者 引发出来的这些后续的案件 我们来讨论说是不是应该要来有更强烈的 治疗的措施以及做法等等 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心智障碍者 也需要有另外不同的分级 分流的部分 所以想再次提醒到 我们不应该要将这样的个案 他一并的来视同一种种类 然后一并的都送到医院来做治疗 因为心智障碍者需要的是另外一种协助 他并不是需要医疗的资源 所以这是截然不同的样态 在这边也提出来 请大家能够认真来思考这个部分 希望能够做到分级的部分 而不是一直往医疗医院的部分去搜 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讨论的是说 我们也清楚的知道说 我们现在一直希望能够往医疗方式去处理 刚才您也提到 因为部长也提到说 在年线的部分 有要往上搜的可能性的存在 但是住院留的越久 犯罪率就会越低吗 这看个案 我们会分级来管理 就譬如说比较轻微的 我们靠门诊的方式来处理 严重的才需要住院 这个我们要尊重医疗的专业 那我相信未来会做得更完善一点 我们也很希望能够尊重医疗的专业 然后也希望你们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 因为就医师们的经验 以及说相关的精神病患的犯罪者的再分析 住院越久不见得等于犯罪 再犯率会更低 所以其实这个分级分流的治疗 才是最好的方向 那我们的修法 刚才提到的这些相关的法案 其实已经送出来了 但是我们希望这个修法是有实证的 才不会将国家的资源 投注在错误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想知道说 在这个部分 法务部的方向 是不是会有在这个电器 或是评估机制的密度等等的部分 能够有比较清楚的检讨 而且采纳精神医疗人员的意见 有 我们都有接受外界的给我们的意见 在监负方面 法案处认执行法 要如何来执行 对于将来的诊断 还有治疗 甚至评估等等 我们都把它纳据在法制里面 所以委员的意见 我们都有在考虑 都有提出来讨论 我想请教说 在你们的评估版本当中 也已经确认应该要设置 这个司法精神病院 及司法精神院的情况下 你们有没有计算过 说从设置到实际提供病人的治疗 处于一年预计要花多少的经费 就我们的分工 法务部是负责安全介护 那卫护部负责医疗的部分 我们有各自提供一个相关的经费的预估 所以没有整合出来 预估现在还在评估当中 因为要看人数 还要看场地 还有包括设置会 一开始的设置会等等 这个我们要综合的考量 那我想未来 我们提出一个具体的数字以后 会请行政院来支持 所以我们希望这部分 能够有清楚的评估 而且要统整之后 才能提出来这样的建议 原因是在于说 我们一昧地想要把病人往病院送 或司法精神院送的情况下 我们有没有考虑到 我们的经费能不能到位 因为我们看到这边 英国的资料是显示 在这些告诫户的病房经费的处域上 大约是一年一个人 就会花到一千万台币的情况 其实这是非常高额的 如果我们没有审慎的做好评估 其实恐怕这样子的策略 这样子的政策只会不够到位 然后未来也没有办法做推动